年关将至,老板说要更换新鲜血液 HR大手一挥,才掉了实习时候就陪他白手起家的我 可是他不知道,我写的代码都是史山 除了我,没人能看得懂注视究竟是什么 后来他请了十个专家,望着一百层嵌套的If、Else集体沉默了 年夜饭上,我的电话被出差回来的老板打爆了 正文开始 吃菜呀 萧萧,你最爱的海参炖土豆子 小年,一家人聚会,大姑热情地招待我 我的手机在桌子底下被震得发烫 堂姐怪异地看了面色潮红的我一眼 张萧,你怎么了?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嗡嗡声? 没,没啥 我心中激动万分,爆雷这一刻,终于来了 我偷偷瞥了一眼手机 那个备注前任老板的人,已经坚持不懈地给我打了125个电话了 隔着屏幕,我都能想到他在电话那头的绝望有多崩溃 萧啊,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了 还是当初你有眼光啊 随随便便选了一个小破公司 要不了五六年,竟然都做大做强了 我爸妈臭着脸,你们啊,别夸了 他让裁员了 啊,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之前不还是先进员工吗? 大姑面露疑惑 我爸愤愤不平,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说萧的技术太烂了,让裁了就算了 一分钱都没赔 什么无良老板,要我说就该去劳动局告他 张萧非得拦着不让去 说什么如果告了他老板,他就在这行混不下去了 大姑叹了口气,要么怎么说 张萧这孩子心善良呢 亲戚们跟着唏嘘不已 感叹着如今工作不好做 我捏着手机,表面愁大苦深 内心实则风轻云淡 我出去接个电话 前公司老板亲自打来的,不接不太好 大姑你们先吃哈 关门之际,我还听见大姑夸我 要不怎么说程序员是技术型人才呢 走了这么久,老板都还惦记着 半个月前,我单方面跟老板决裂了 他提议更换新鲜血液 我本来还十分期待新同事到来 HR招来了几个小伙子 听说是985,211毕业的 我带他们简单熟悉一下项目流程 后来他们逐渐上手了 本来挺高兴一个事儿 结果没想到发年货的时候 没有我的了 我去找了HR李宇童 她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在我面前晃着新作的美甲 张公,有些事儿老板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也不忍心看老板为难 你过了年就三十了 咱们女人少华一时 你现在都还没有对象 保不齐过阵子过完年 家里就要催婚,催生了 再说咱们女人搞代码的 能有几个呀 还是比男人在思维理解上差了一劲 在这行做下去 日后你也没有出路的 你跟了老板这么久 最开始几个项目你也都参与了 算是公司元老了 可为啥其他人都生了 只有你还在底层 浩总啊 他是怕公司耽误你 你懂吧 这一连串的输出 给我整懵了 我从毕业的时候 就加入李晨浩的公司了 没想到五六年后 竟然是这么一个别角的理由 你的意思 因为我是个女的 所以你要代替老板开了我 女同笑笑 你反正上班也就是摸摸鱼 看看小说 我们公司供不起你这尊大佛 具体流程我已经上报了 你经理也批复了 张公 咱彼此留点面子 日后也好相见 您今天就收拾收拾东西吧 李晨浩也知道 我胡怡 这种小事就不要麻烦老总了 毕竟你归根结底 也就是个基层员工 我咬咬牙 妈的 谢莫杀驴这群人 具体赔偿呢 张公 具体赔偿 我们会给你算清楚这个月工资 全额打你卡上的 你也不想自己的离职证明上 出现什么不好的东西吧 我眯眯眼 很好 威胁我了 浩总最正确的事 就是把你招进来了 我记得他没说过 要客扣员工赔偿款吧 李宇童不屑地看着我 这个就不劳张公费心了 你呀 收拾收拾吧 具体你就跟你经理谈吧 我的部门经理姓陈 四五十岁的油腻胖子 每次总是借着工作的名义 给我发个种消息 甚至有一次半夜三点的时候 让我给他分析半年前的代码 美其名曰 要考核我是否进步 用他的原话就是年底了吗 大家闲着也是闲着 借此三番四次半夜跟我聊天 我手上两三个项目忙得飞起 实在不想搭理他 终于有天 我忍不住在开会的时候 把他痛骂一顿 希望有些领导 不要借着工作的机会 恶意骚扰女员工 我是程序员 不是你点的陪聊 具体考核 请提交流程计划 我这里 解决任何突然任务 会上有人吃笑 我目光死死盯着陈经理 瞎子都知道 我说的是他 后来我说的话 传到了他老婆耳朵里 两口子半夜打起来了 他让他老婆 直接在脸上挠出两个大口子 飞嘴硬说是家里猫脑的 这一下也让他彻底记恨上我了 勾结HR趁着老板出差 公司换血给我开了 傻子才会求他 我直接收拾东西走人了 我接了电话 对面是暴怒的男人声音 张肖 你辞职了 是啊 李总 我让您手下的HR开了 陈经理他没上报给您吗 谁他妈开的你 你给我明天 回来上班 李晨浩的语气 要吃人了 我苦恼的摇摇头 不行啊 我辞职手续都办了 再回去我的工作年限 又要中头算了 再说你们公司又没有N加1 不是正规赔偿离职 HR还歧视大龄未婚女青年 我才不回去 对面应该是在开会 压抑的气氛中 我只听见陈经理 含含糊糊的声音 李总 我们部门除了张工 还有很多优秀的程序员的 比如新来的那几个 985重点大学毕业的 就很不错了 张工虽然跟你比较久了 但毕竟学历差了一大截 只是个大专生 他还是个女人 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 平时工作态度也有问题的 不是跟人聊天 就是浏览一些 和工作无关的网站 对面声音停顿一分钟 隔着手机我都能想到 李晨浩黑如锅底的脸色 我气笑了 女人 女人怎么了 他妈不是女人啊 我加班熬夜通宵上版本的时候 他怎么不放一个屁 一遇到升职考核的时候 就开始拿信别说事了 我跟人聊天 是为了维护公司最初的客户 也是公司的天使投资人 当时公司刚开始 还没有什么经理和HR 我跟着老板去跑下每一个客户 后来建立了经营部 除了一个大客户的老婆 经常爱找我聊天 其他的统一转给经营部了 李晨浩冷哼一声 问道 现在张肖一个月工资多少 HR连忙回答 一万八 李晨浩声音阴沉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得到山雨欲来 我给你一个月五万的工资 你去找人给我维护张公之前 负责手礼的那个项目 月底之前改版上线 不然你们就给我亲自去把人请回来 否则让你们俩先滚蛋 李晨浩给的工资高于同行业30% 这个年纪如果被裁了 绝对不好受 电话被挂掉了 没有一会 我刷到了陈经理的朋友圈 总有一些蝼蚁 觉得自己是不可被替代的 以为自己是个女的 别人就要处处让着 等着瞧吧 下一秒 我手机嗡的进来一条消息 老婆 你别生气了 在家多玩几天 老公给你出气 轻轻的表情包 我回了一个白眼的表情 反手给他拉黑了 底下人犯这种职场大忌 这当老板的也该受点惩罚 直接连坐 陈经理不知道 我这么多年没生上去 不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也不是因为我对公司不重要 而是我觉得 这种干干活 摸摸鱼的生活 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却没想到 这群人打心眼里 就歧视女性程序员 他这次算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因为李承浩让他维护的那个项目 是我刚毕业时候写的代码 那就不叫代码 那叫史删 除了我 没人能看懂 典型的高和 低内聚 可维护性极差 还没有注视 后来我自己技术慢慢好起来了 自己看的时候 都能醋眉加死两只苍蝇 真想看看他找的高材生 看到一百个套在一起的判断条件 那吃屎的表情 更惨的是 我的代码 可能删了平平无奇一个语句 就会全线崩塌 这个项目 只有我自己知道 从哪下手 如果他项目重构 那这单单从一个模块重新分析 流程梳理 就要估计要一个多月 弄死他都不可能完成的 除非他调动整个部门连轴转 一分钟都不休息 关键是可能吗 人家是来上班的 也不是来坐见自己的 本来我已经重构版本了 就差年后发布了 这下好了 这个项目算是彻底砸在陈经理手上了 毕竟 当年我们程序员奉行的条例 从来都是程序和人 有一个能跑就行 一个星期都没过 我的手机就再次响起了 我扫了一眼 是陈经理 刚接通 就扑面而来一股油腻的命令声 张公 关于代码上的事 还有很多没有对接的 需要你协助 我兴高采烈 哎 胡了 我一推麻将 爱不去 我都被你开了 我才不去 除非 你来请我呀 我笑得见兮兮的 对面明显没有想到 我会耍无赖 沉默一分钟后破房了 张公 这本来就是你职责内的工作 如果让公司受到损失了 你信不信 我可以让法务部去告你 我滔滔耳朵 不以为然 告我什么 告我写代码水平台 太烂脏了你的眼睛 那代码又不是不能运行起来 再说 你们公司离职流程 真的正规吗 谁搞谁还不一定呢 陈经理如果这个求人态度 大可不必谈了 直接起诉我吧 来 Come on baby 谁能说技术不好 是犯罪呢 真有意思 我利落地挂了电话 重新投入了麻将桌 晚上 公司的同事张华 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我刚接通对面那边就是一个劲儿的笑 我捂了五脑门 你发啥癫 你要不说我就挂了 我妈喊我包饺子呢 过了片刻 那边止住了笑意 我爹姐 你他妈的你太牛逼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天还写过那种代码呀 人家写代码的水平 都是一步步上去 姐你这水平 和之前比 简直就是涅槃重生了呀 你知不知道 老陈说 新来的那几个985 都是吃白饭的 改了这么久 没点屁用 有个小伙子年轻气盛的 差点给他揍了 他还不服气 开了会议室 当众把项目投屏 说要亲自上手 改你五年前的代码给他们看 杀鸡警猴 结果一打开IDA编辑器 他整个人都猛逼了 你他妈的你一个 Java页面写了8000行 编辑器直接卡死了 你是没看见 陈经理那个表情 像是才使了一样 最后好不容易改到半截 删了一个注释 数据库直接死循环了 现在整个程序部都炸锅了 那怨气冲天 邪剑先来了 也得任他当妈 我让志尔玉龙的笑声 整得直接老脸一红 当年小 大家都是摸石头过河 这项目我已经重构完了 一直没用上 是客户那边 突然重新启动项目了 本来不改也能跑的 他姓陈的 不是看不起女程序员吗 那就让他尝尝苦头吧 张华在电话对面要笑抽了 姐 你就是我唯一的神 老陈现在每次开会 都是骂你 整个软件部都在哀怨 说HR不长眼 裁员踩到扩约机了 我笑出声 要不怎么说 AAI一时半会 代替不了程序员呢 因为AAI只能对上加队 而人类可以使上雕花 第二天夜里11点的时候 陈经理又给我打电话了 看似平静的语气下 恨不得把我挫骨扬灰了 以前是我不对 我现在代表公司请你回来 张公 你还真是让我高看了一眼啊 代码写成这样 还真是可替代姓为灵啊 我白白手 谦虚 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打死他也想不到 被誉为一代大佬的我 当年还有这么菜鸡的时候 好死不死的 他的老板又要求重启项目 陈经理呀 准备好求我了 不过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还要喝喜酒呢 后天吧 李李陈昊约定的时间 已经过去五天了 听张华说 陈经理这几天着急 嘴上起了一大串火炮 HR跟陈经理亲自开车 来我家楼下接我了 陈经理到了楼下 脸色古怪 张公 你家住别墅啊 我打个哈哈 姑姑家有钱 我跟着蹭着住的 毕竟我一个大龄未婚的女程序员 又没婚恋市场 万一相亲了 怀孕了 那不更完蛋了 只有被裁员的份了 对吗 雨童姐 她这辈子招人很多 裁人更多 裁了之后 亲自来请回去 倒是第一次 呵呵 呵呵呵 张公怎么能是一般女人呢 李雨童脸都快扭曲了 等到公司后 原本十分低调的我 现在可谓万众瞩目 我听见新来的几个焦头劲 那一屎山就是他拉的呀 女程序员就是不靠谱 而之前的老员工知道 是我刻意摆的一道 老神在在地坐着 笑眯眯地等着看热闹 毕竟新员工不知道 他们现在用的 这个所谓的极品的框架 就是我亲自一手打的 李晨浩生气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是他老婆 而是因为 只要陈经理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 谁是真正的骨干了 这个重金聘请的所谓经理 到了四十多岁 还只是会写一些 业务上的东西 真正的底层逻辑他 反而不再详 可见他平日里 有多玩忽之手 最巧妙的是 这个人是李晨浩的 合伙人推荐进来的 我拉开椅子 直接坐下运行程序 前几天还能 顺利跑通的项目 此刻大片大片的 报错飘红 我嘖嘖 陈经理 你这技术也不怎么样吗 最简单的代码 你都改不了吗 他的脸色红一阵子 白一阵子 咬着牙没说话 我先把版本 回退到我走之前的 那个版本 接着就不为所动了 陈经理试探问我 张工啊 要不你出个维护文档 日后我好让那几个 新来的维护 被点名的那几个大学生 当下脸色直接绿了 我偷偷一瞥 有人屏幕上 都有离职申请的申请书了 可见这几日 过得有多难熬 我赚了转笔 很为难 可是我现在是离职状态 没法给您工作了 毕竟我还签了 经验协议呢 陈经理尴尬笑笑 张工就爱开玩笑 这半个月 就当你带薪休假了成步 不成 想让我给你干活 先把我的N加三补齐了 我得寸进尺 李宇童脸色难堪 法律规定不是N加一吗 哎呦 这么稀奇 宇童姐 你懂法呀 李宇童把东西 往桌子上一摔 你真拿自己当根算了 写得这么烂 给别人添麻烦 你不羞耻吗 我一指旁边的其他人 你问问他们 麻烦吗 张华打头起哄 不麻烦 反正又不是我改 就是 本来软件部 就只有张萧姐姐 这一个女孩 够寡了 你们还要开除她 不识人间疾苦 我感觉 我不是来上班的 我是和尚妙出家的 我要女同事 除了那几个 新来的被老陈柔捏的新人 其他人简直就是一份铁硬了 我没想到 我旁边从不管闲事的 K神说话了 他是跟我同事进组的 公司现在用的框架 就是当初我和他一起做的 他停下 敲着键盘的手 促起没向陈经理发难了 陈经理 上面让你当经理 不是因为你的技术有多好 而是你在人际关系 和业务的熟练度上 要强于其他人 可是张霄这么多年跟我共事 我可以平心而论 他从来没有因为 女性这个身份 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在经理 不如男性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 做得远生男性 HR小姐 你凭什么因为 女性这个身份 而去质疑一个兢兢业业 为公司付出这么多的员工 靠你上下嘴皮子一碰 李宇童脸 仗得像猪肝了 被K神几句话 噎得哑口无言 K神说完之后 看了我一眼 接着扭头回去 面无表情地 接着写代码了 陈经理到底 之前是我不好 都不给你 张工啊 同事一场 何必如此难堪 他用眼色示意李宇童 宇童啊 你去打印一份新合同 就按照张工说的做 给他N加三赔偿 宇童 之前是你做的不对 有公司条例在先 不需要你自作主张地 给老板省那点遣散费 他还想喝水东饮 把问题丢在李宇童头上 李宇童气呼呼 扭着腰去打印合同 等到合同到了 我龙飞凤舞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陈经理眼巴巴地看着我 现在能改了吗 我眼神迷茫 改什么 我这儿扒经理职了呀 你凭啥让我给你改东西呀 姓陈的看出来我在耍他 再也拿不住 刚才的产名劲了 你他妈的 你耍老子 他往前站一步 陈经理 别激动 你让我给你干活 全职兼职 总得走个流程吧 不然我师出无名啊 万一你说我偷到项目怎么办 全职一个月 我要求涨工资 三万 千三年的合同 一切解释权归我 兼职一天一万 你倒也不用如此 气急败坏 咱俩都有得谈 其他人假装干活 实际上耳朵竖得老高 归根结底 这两个条件 无论哪个都是割他的肉 他刚把我开了 如果真的账心请回来 真的就是打他自己的脸了 他以后就服不了其他人了 可要是兼职 公司肯定不出这个钱 不合流程 想到李晨浩的威胁 最终他从嘴里挤出几个字 兼职 钱我出 你要改多久 我想想哈 不超过十天吧 其实 我只要把新的放在服务器上 版本覆盖一下就好了 十秒钟要不了 十天就是十万 最后陈胖子咬牙同意了 我补了一句 要日节 我美滋滋地爆来了我的笔记本 他眼神阴毒地看着我 你最好是能改好 不然我让你加倍给我吐出来 我晚上一天扫雷 还顺手帮新来的九八五的 实习生改了几个棒 磨了一天阳功 找姓陈的要了钱回家了 我刚回到家 就被一只修长的手臂拉入怀中 整个人靠贴在宽厚的肩膀上 松薄香环绕着我和他 头上传来吃笑的声音 还没完够 老婆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好不好 我伸手直接推开身边这个男人 前老板 夜闯员工家里不好吧 李晨浩摸了摸鼻尖 玩什么 cosplay 咱俩有证 我持证上岗的 合法合情合理 好了 宝宝别生气了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个李宇童是我爸妈的远方亲戚 算得上是我一个打不着关系的表妹 这件事结束 就让他滚蛋 他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 你知道的 我最尊重女性员工了 我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 不需要你插手 我自己来 我不是兔丝花 不用攀缘你这棵大树 也能活下去 李晨浩看我真的生气了 又说了很多好话 半拉半扯的 把我往床上带 咱俩都领证了 啥时候见你爸妈呀 明天我就去给陈经理穿小鞋 都怪他在前面拼命得罪 害得我在后面拼命哄 李晨浩装出恶狠狠的样子 我一把抽出手 那名再说吧 我转身走了 美男计没用 我要不是他老婆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性员工 就活该受这个屈辱歧视 说到底 还是上面不言 他之前没把这件事 当成重要的事情去看待 我这时候 不给李宇童和陈经理上点眼药 杀鸡儆猴 要不了半年 公司就离倒闭不远了 次日 李晨浩怨念地 顶着一双熊猫眼去开会了 把陈经理劈得很疼 着重问项目情况 放狠话 要是干不好趁早滚 光明正大的 给陈经理穿上了小鞋 陈经理夹着自己的尾巴 做了几天人 直到我在最后一天 把程序部署上去 他看着跑通的项目 激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让我出了一份对接文档 我如实照做 拿到对接文档后 确定这几个新来的大学生 都能看懂之后 经理办公室里 他挥手让那几个大学生离开了 陈经理的脸色变了 从刚才的卑躬去膝 慢慢挺直了腰板 声线逐渐上扬 张公啊 你现在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人 我刚看见你 同步提交你的GIT云代码管理平台了 这样我也不难为你 你把GIT权限转移给我吧 否则 我就要报警告 你盗窃公司的机密了 到时候到了警察那儿 你有一百张嘴巴都不好说了 你最好乖乖听话 把GIT权限交给我 他自以为拿捏住我了 语气中用上了威胁 试图让我有压迫感 我真的 一天能让他气效八百次 先不说GIT里 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就单单我自己手写的 未开源的框架 就价值几百万 所有权都是我自己的 他怎么就好意思舔着脸 要我转让我自己的权限的 不可能 你想屁吃 癩蛤蟆玩青蛙 长得愁想得花 我的代码 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陈经理 可是你的代码库里 有公司的项目 我可以合理怀疑 你有出卖公司机密的嫌疑 更何况 你在公司上班时间 一切劳动成果 都应该属于公司的 我明白了 他是看见了 想要我重构之后的那个版本 杂 属于公司就该属于你 还想要我让出自己的get权限 你要要自己的脸不行吗 别说让给你了 我加入都不让你加入 你下辈子自己长个好脑袋 自己写吧 我的声音格外的大 生怕别人听不见 听不清楚 门外传来扑斥的笑声 在沉寂的环境里 添上一丝滑稽的色彩 陈经理气急败坏打开门 门外所有员工 都在正正经经的干活 根本看不出来 刚才是谁笑的 陈经理关上门 眼看我不肯亲自 乖乖教出我自己的东西 他捏着拳头 一步步走向我 我冷哼 怎么 你想打我 在公司里 他要是敢对我动一根手指 我保证能让他下辈子 牢底坐穿 正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却响了 不知道对面是谁 他沟通几句后 态度一下软了 陈经理双手交叉 换了一种惬意的方式 重新躺回椅子上 以前怎么还没发现 公司有你这个大佬呢 没想到你是个hacker Black Cat是你吧 张公 Black Cat 稍微混点hacker圈子的 都知道我的 他知道也不足为奇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想装邪魅 可惜在油腻的脸上 猥琐显现得淋漓尽致 我是谁 跟你有屁关系 我好整以侠 等着他下一步 心中一斗从生 是谁打来的 还知道我是hacker 以前是我不对 看不起女性程序员 我给你道歉 我现在邀请你 加入我们的团队 这胖子倒是能伸能屈 挨骂之后 还能向我抛出橄榄枝 我冷哼一声 翻了个白眼 你们的团队 你除了公司 还有别的团队 陈胖子看我感兴趣了 神秘一笑警号 你消消火 我能给你的待遇 绝对远超外面 你就还是在盛号工作 不过是为另一个主工作 他看我还是云里雾里的 索性摊抬天窗说亮话 陈经理 咱现在这个老总哪都好 就是太死板 明明很多时候 能省下很多钱的 偏偏油盐不尽 早就有人想取而代之了 我们就差你这种 真正的技术型人才 你要是来递个投名状就可以 我 投名状 怎么投名 陈经理 你帮我破解了浩总的电脑 我做主 一个月五万 把你重新招进来怎么样 你跟了浩总这么多年 不还是明珠蒙尘 还不如则梁木而漆 或 这小词让他整得一套一套的 还怪有文化嘞 不过明珠不是蒙尘 明珠是让他私人收藏了 我面上吃了一惊 你有这个权限 陈经理洋洋得意 我没有 我上面的有 我一拍桌子 成交 我给你破解李晨浩的电脑 你给我开月薪五万 事情到这越来越有意思 这胖子让我破解我自己老公的电脑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位了 之前的电脑被收回去了 陈经理直接大手 一挥给我配的最顶配 还当着整个软件部表扬我 工作效率高 懂得劳逸结合 是不可替代的顶级人才 原来那些被迫史上雕花的大学实习生 脸都绿了 我听见有个离我近的小子 咒骂一声 这胖子 他妈的 真有病 我去接咖啡的时候 K神拿着他的咖啡杯 站在我身边 金黄色的阳光打在他的碎发上 他难得冲我笑笑 片刻后周围没其他人 他淡淡开口 姓陈的 是不是找你帮忙破解电脑了 嗯 你怎么知道 K神劝我 他也找过我 我拒绝了 这离水深 他之所以没有对你苟急跳墙 是因为你没有出到他们真正的利益 你还是别沾这群人好 你要是真想赚钱 我可以给你推荐更适合你的公司 我怕你遇到危险 我心里挺感激的 不用 我有份寸 K神可能觉得我有点不知好歹 接完咖啡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 陈经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让我在夜里12点的时候 破解李晨浩的电脑 他在公司配合我 只要获取了最新的计划书 以后我们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兴致勃勃地答应了 万事OK 这天下午 陈经理彻底遣散了公司的所有人 说是放假 4 5点的时候 李晨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老婆 上楼啊 来我这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有事 不去 他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的软件部 部门陈经理 要我协助他在今晚12点的时候 破开你电脑防御 他要去你电脑上 拷贝企业计划书 你的电脑不太好破解 我现在就得先攻击研究一下 李晨浩挂了电话 我不以为意 继续专心致志 做我手上的工作 终于在11点半的时候 功课了 在远程连上那一刻 我和李晨浩的接吻壁纸照片 出现在我的屏幕上了 上面还写着五个喜庆的大字 老婆我爱你 过了12点 陈经理也没给我回过来消息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次日 陈经理被抓的消息 传遍整个公司 罪名是危害网络安全 直接收编进去了 李晨浩顺手摸瓜 把陈经理背后那条大鱼 也抓上来了 终于腾出手 趁上市前 开始肃清整个公司了 第一件就先斩人士步 让李宇彤卷铺盖走人 和李宇彤的小气做派不一样 我们给足了他遣散费 然后就是派人重新调查 公司近三年来 女性的离职原因 反应H2思绝辞退 扣发潜散费者 军双被补发当年潜散费 软件部提了我当部门经理 尽管我再三推是说不要 但架不住那群软件部的人 非捧着我上去 有小姐在 我格外安心 我要是早知道 我们用的框架 是小姐和K神两个人搭的 我早就给小姐嗑一个了 小姐 真是厉害 大神年轻的时候也是菜鸟吗 那个代码 真的改得我脸都白了 说这话的是 无辜被迫使上雕花的实习生 我早就对那个陈经理不顺眼了 张口一个女人不行 闭口一个女人没用 就该干他 说这话的是东北来的前段小哥 有小姐在 一个需求就不用翻来覆去的改了 那个陈经理就知道填甲方 人家说要改 也不管能不能实现 张口就是改改改 那臭傻逼 还让我根据手机 改变手机壳颜色 我问他要手机壳厂商的接口 他说塑料手机壳有啥接口 我没想到 我上位后 首先主动请辞的竟然是K神 我找他私聊 他只是苦笑 那天你答应陈胖子 攻击老板电脑 我怕你处理不干净被抓到 就跟着你了 我目瞪口呆 所以你是看见李晨浩壁纸了 K神 我这人不懂感情 以前只是觉得 和你一起写代码 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才不知不觉 在这个公司待了这么久 我现在突然觉得 外面的世界也很大 准备出国两年 国外有朋友喊我去研究新框架 我也想去接触新技术 我深呼吸一口气 那我助你在技术上有新的突破 他浅浅嗯了一声 背上自己的电脑包就走了 开年会的时候 我代表软件部上台讲话 我望着台下几百个人 有点紧张 手心微微出汗 握着话筒 一回头看见了李晨浩 突然又不紧张了 放下准备好的演讲稿 开始急性演讲了 刚才祝福的话 大家说了太多 我借着这个场合 说一些心理话 我整理了一些 关于女性在某些职场环境中 会面临不平等和歧视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性别歧视 一些HR明明自己就是女生 却先天就对女性存在偏见 认为她们在某些职位上 不如男性能胜任 或者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 更倾向于选择男性 第二个 女性缺乏支持和资源 同等的机会和支持资源 在过去往往都是男生优先享用 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一些女性 在职场上的发展 明明是一起进到公司的 女生却明显缺乏晋升机会 甚至处在被打压的场景下 其实就拿我们软件部的程序员来说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 女生在逻辑方面 先天要比男生弱很多 写不出好程序好东西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很多女孩子 不仅具备扎实的编程技能和专业知识 同时也具备细心 耐心和创造性的特质 这些特质使得她们在解决复杂问题 开发软件和算法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身边所有人 能给更多女孩子往上的发展空间 我们不想过了三十 就是别人眼中生儿育女的机器 是男人身上的图丝画 我们同样寒窗苦读很多年 我们也努力 也复出 甚至是加倍复出 才能换来跟男程序员一样的待遇 所以请大家 别再把女程序员当吉祥物了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平等 公正和包容的就业环境 我说完之后 沉寂了好久 然后场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张华跳起来 隔着老远喊着 小姐 不少女同事偷偷的抹眼泪 李晨浩站了出来 张经理说的这些很对 我这几天也反思了自己 我再怎么是老板 从心到身也是个男人 没法设身处地的 从女性员工的困难出发 为此 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下面的新制度 每月所有女性员工 可以请一天月经假 家里有孩子的 一年多五天亲自假 每一季度 女性员工的常规体检 由公司全部报销 每位女性员工 年假在原定基础上增加两天 远嫁的可以回家看看爹妈 同样 男性员工也不要觉得亏了 凡是有老婆孩子的 也可以请这个家回家陪着老婆 下面有人哀嚎 最惨的 还是我们这些又没老婆的单身狗 周围哄堂大笑 李晨浩也跟着笑 年轻多努力 有付出 一定会有回报的 我在这里 祝大家龙年快乐 年会结束后 李晨浩把我拉到车库 给我抵在柱子上 委屈巴巴地说 老婆 我也想放假 你什么时候让我见家长 我伸手推开她 拉来车门 走 现在 她不依不饶地贴着我的耳朵 有这么一句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的 我兴奋 这小子不会要求婚吧 在这里 你要说什么 祝你 新年快乐呀 我的打工人 好